花蓮縣副理鄉民發動罷免鄉長一案 目前第二階段連署書已經送達到花蓮縣選舉委員會進行查核 如果查队完成而且符合門檻 最快11月份就會辦理罷免投票的作業 花蓮副理鄉民6月起發動罷免鄉長成榮蔥 11號到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繳交1058份的罷免連署書 若查队完成符合門檻 最快11月份辦理罷免的投票 對這段回應 副理鄉長成榮蔥則是尊重民意不願多談 根據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的資料 2018年副理鄉長選舉人數為8782人 第一階段1%提議人名測為88人 第二階段連署10% 連署門檻是879人 副理鄉罷免團體表示 6月達成第一階段之後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連署達到1500份 很多鄉親簽署前 憂心會各自外洩 擔心會被驅候算帳 顧及鄉親的憂慮 沒有群訴送出 未向成榮蔥為農會體系出身 地方勢力穩固 但是上年之後 因為設置垃圾轉運站 農會封路等事件爆出爭議 罷免團體認為 陳榮蔥對當初選舉不支持他的村民相當有意見 很多爭議都是因他而起 早在罷免連署階段的時候 就開始醞釀罷免鄉長 華人縣選舉委員會總幹事李偉表示 罷免連署書將進行基本資料 格式等查封 若合格連署書超過879份 將成案為現實首場罷免投票 最快11月中下旬幾旬 李偉表示連同陳榮蔥罷免案 目前華人共有三件罷免案 還有修林鄉民代表連一龍 以及金美村長金志雄兩案 目前已經完成第一階段 進入第二階段罷免連署 記得請問華人縣